看这个10分刚才10比4 这一分 看似很近 但是还必须通过自己努力 来看一下 学习发球 加算 10比7 这就是刚才说的 他这个状态就是下去 所以现在他一定要想办法 慢慢的熬回来 搞得不好就要打到10比8 就看学习发球 能不能强先上手 好球 漂亮 太漂亮了 学习 加油 太漂亮 我们也要为 方方加油 郑培峰 这个鼓掌 今天这个 因为由于他的这个注册办会 也就是说许欣呢 也是打出了非常漂亮的 都是高级球 真的是高级球 许欣有一个球 全世界所有人都打不出 他大交叉出去以后 他还可能保持平衡 一般交叉不出去以后 整个平衡就失去了 所以有些时候看似就说没有了他还能打 叫他不见了就叫他不能捞回来 所以他的范围跑的 范围还这么远 你这个范围还这么远 你这个范围还这么大 而且还不是太发的 太棒了 真的是 我觉得许欣打球 就是赏心悦路 我喜欢看他这个 对 你跟我一样 那而且呢 同时我也喜欢这个 郑威峰这个 因为两个纸板 我这个真的是 我没想到纸板能打这么好 有柔柔性啊 在这个现在发展 乒乓技术发展到这个现在 这个纸板还能打这么好 太棒了 真的 不需死心 我看上好的比赛 那么接下来就是 这个双方的决胜场的比赛 第五场了 已经达到第五场 上海中兴 乒乓技俱乐部出场 是来过韩国的选手 郑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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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值很高 那么 还有那么多人 江苏 对 中超电缆 出场的是 孔定轩 对 两个人 都是横板 但是一个左手 一个右手 来看一下 刚才介绍了 这个决胜场呢 到了第五场 也就是三局两胜 而且呢 之后的决胜局是七分 所以第一局就很关键 对 郑忠直是1992年就生 那么这个孔立轩呢 比他还小 1996年 1996年 小孩 不错 他今天双打车 发分很好 孔定轩出道蛮早的 一三年全运会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打了 对 他一三年打 四星赛 这个南团和南双的 这个混双冠军 他是近几年 进步了比较慢 没有一个很大的碑月 不像这个什么 樊正中啊 对 小孩都这样 你没有新的技术 如果你不按照新的框架上去 那么你这种球 打到一定程度 就基本上停顿了 我们在前面也介绍 就是说 从上海中心 和江苏中超电缆 这两个决筑 在前面三轮比赛中呢 上海是胜了两场 负了一场 对 江苏呢 是赢了一场 不输了两场 他们分别输为1比3 第一次 第一轮是第一场的时候 第一轮是输给了 1比3负一大一大伤 那么第二轮是 0比3是赋予了山东魏桥 第三轮是三比1战胜了 霸州海润 那么 所以说这场 对于上海来讲 很关键 因为现在目前 三战全胜的就是 八一 魏桥 还有鲁能 还有这个 山东的这个 魏桥 就三个队 上海是两胜 就是一个 其他的深圳 霸州 江苏 天津都一胜 还有的就是 全副 两个 两个队 好 我们来看比赛 江苏之发球 那比1 孔明天的 他的这个 静台的技术呢 比较粗糙一点 所以他一般呢 他是从后面退 他退 左手运动员往往是这样 静台的技术 不会很筋道 他的这种类型 基本上也是在中台 或者中远台 给你扒 郑胜呢 比较 比较敢 敢打 对 郑胜那时候还是搏杀的很凶 因为他已经很被动 他不这样反击也没也没戏 还是被对方来打的 那么从 目前来看 这个他两人打 就是从技术上不说 但我觉得呢 郑胜之的可能会更 更好 郑胜之的反手 比他好 郑胜呢 他比郑胜之稍微好一点点 但郑胜之也不差 这两个人完全在不过这么直接 就说从这个阅读比赛来说 我觉得郑胜之呢 可能会更快 进 进得更快一点 那么看看他们怎么样 就是就是技术发挥了 现在二边 第一局 双方第一局 连着两个 连着两个 发球以后 这个揭发球 都被这个程度 所以这两个人倒过来 反而是进往 前三百 发揭发的球 是韩国队的比我们 所以说现在 郑胜之也跟他就斗斗往前 斗斗 前三百斗斗往前 他有机会 抓机会 三比三 这个比赛确实很精彩 我们介绍这个 第五场 这个决胜场的比赛 这个三局两胜 所以第一局很关键 谁能先拿下 现在曾荣之打 这个 孔林轩呢 他的路数也很清楚 他先吊你阵手 对 如果你阵手过来的球 质量不高的话 他才压回你的反手 就通常过去就这样 叫钓右压足 漂亮 所以你看啊 他的阵手在什么地方 他反冲 对 反冲的能力是蛮强的 他就打这一球 你拉我就反冲了 这种球往往有时候 胆子小脸呢 会得被他打得趴下来 不敢动了 好球 漂亮 这个球呢 孔林轩没想到 他对球回球那么快 突然一个变 速度变化 你看他的 正手测开来以后 测升了以后 他反手走上前去 这一步走的 非常的快 对 而且很扎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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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手拉完了以后 反手八几四一把 他到倒过来打 人家是反手几球正手打 对对 他是正手几球反手来 对 倒打 对 正手球过去有 上海那个女云 摇燕就是这样 摇燕 也是 叫正 反手比正手强 这种摆了太多 对 你这个摆了一把两把 对方都不抓机会了 你真的以为他不会冲了 现在是5比6 这种球你无论会拿起来 尤其你的反手不错 嗯 他的反手这个就是没办法了啊 如果是正手他冲的就厉害了 威胁大 7比5 现在张荣之领先两分 这两人真是伯仲之间的 对 孔林轩现在脑子很清楚 即使你的攻击力不是很强 穿透力不够的话 我就给你正手 我不给你反手 我也让你拉 我反手顶你 对 而且我不打你反手 反手你你再撕我一下 我也讨厌 大家 大家打正手 7比7 这比分很有意思啊 2比2 3比3 4比4 现在又打到7比7了 这个 张荣之把比分领先过 但是又被打平了 张荣之呢 打借力球是比较好 他主动自己发力的 稍微弱一点 这把球是他的好球 弄鞭子一样的软了 柔中带钢了 好球 他没打上 不错不错不错 8比8 这个球打到最后大开门了 这个像这种比分啊 这种这个交替上是 观众最喜欢看的啊 听听这个球真是吗 这场球真的好 一场好球 真的是一场好球 哈哈哈哈 所以我说调整还是很快啊 你看叫什么呢 水平接近 又有一点立场 又不是一个非常实力场 看这种球最精彩 球又好看 对 真是不错 对不错 不错 啊 来到了 局点 这的话 就是 彭立宣 8比4落后 压力很大 你看他们这些 同队的队员 像怎么韩皇一样 突然去起来 对 全部自尽 对对对 不要指挥的 这个球好看 对 9比8 9比10 这个球揭发球 有没有看到他 再暂停 这场球就是 很精彩 很精彩 嗯 揭发球软了 对对对 这场球你 再难接的话 也能够拧起来 不能拖上去 嗯 10比9 郑融之还领先一分 很关键 这时候叫了暂停 谁先拿下第一局 谁先拿下第一局 可以哟 接受 美国人准备的中央车 那里是中超电脑的啊 对对对是吗 特队的这个球迷 对特队的球迷 特队的球迷 嗯 快点不错 对对 来了不少 好 啊 10比10 第一局双方就打得难解两分啊 10比8曾经领先 但是这两个揭发球呢 嗯 不是很理想 但是没关系 现在10比10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郑融之发球 这种球 他就占优势了 他刚才两个球 刚才两个球都被发上力 他的全球真是对 推球发上力啊 很轻 但是很转 也短 我们讲 substantial落地开花 哦 弹起来 就打你反弹 差吧 差吧 对 这个车子 这个脑子好使得 看不清楚就来 然后就取手 好球 不容易 十二比十 叫声之还是能够顶住 拿上 所以说这个也 不辜负这个 他的粉丝 这么多粉丝在这看 而且我看了 真的是 成都各地赶来的 有两个小姑娘说 从成都赶过来 那边当然 孔林轩的球迷也很多 粉丝也很多 告诉你啊 现在上海 这一拨人 包括郑龙之战 这颜值都是历史上 属于高达 这个真实 冰花球 球迷也很多 而且关键现在 就是粉丝多 都是你粉丝 跟着跑 因为就是李游王 大家又一次感参到 这个国球 不是浪的虚名啊 对对对 到关键时候 就是它 拉得下来 过硬 好 来看一下 中国这个国球 不是随便说的 几十年 铁打的江山 对 都是 就是这个球迷啊 或者粉丝也好 都是为双方 这个运动员 这个加油 来看一下 第二局 孔林轩发球 曾荣之对这个 孔林轩的打法 不要犹豫 因为孔林轩这个打法 他只要正手一侧身 反手位置一定没有 嗯 他站定以后 反手是可以打的 他现在在打法 没关系 这不是他的 真正的打法 是他作为一个战术变化 所以你必须要坚定 反手这种加厉变现 这个球 必须要来 然后呢 把它打回原形 好球 就是 发球呢 正好是 这个发球第一个球 等于也是长球 突然一个 这个追身 而且对方 没有判断 回球质量不能 被抓住 哎呀 发球没有过 1比3 犯法就3比1 孔林轩发球 所以现在 现在国际上 实际上是两套 嗯 中国 我们比较多的运动 或者主力队员 用的是 红川时代 啊 这黄标 黄标 这个系列呢 他们 日本 都是韩国 蝴蝶 这个 欧洲的 用蝴蝶的也很多 嗯 这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类型 蝴蝶 蝴蝶排的 啊 他并手上感觉好 嗯 灵敏 嗯 但是呢 他的后劲不够 嗯 嗯 中国这个球呢 手上的灵敏度 没有蝴蝶感好 但他的后劲度 嗯 尤其在中远台 他这个拉出来的球的旋转 嗯 比较强 所以现在 我们中国队 为什么 中台 中远台 对冲的时候 相持球 我们占有的是 实际上和我们的拍子 是有关系的 但是用什么拍子 和你的打法 又有关系 哎呀 这球 呃 机会有了 但是没没等没拉到 这款球实际上 他是犹豫的 嗯 他开始想用反手 嗯 就位置不对了 然后临时再换成勇士 他这个战法 他基本上是个平行战法 我们中国很多战法是偏的 嗯 偏正手 侧身位 哦 超好 三十 正中远之现在是 落后了 哎 落后了 差不多 这个两个人的水平啊 就是这个比分 然后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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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啊 就说两次了啊 对 防得不错啊 刚才这双打就放这个球 防护了 加油 红阳 快递 加油 加油 快递 哎 好 好 哈哈 温暖以后谈得比较高 这个这个 孔宁先抓住啊 这这局就到现在 我们看得很清楚 孔宁会几乎 就不让他反手 有胜死的机会 对 我们通常讲这种东西 他把原有的根基地打散以后 就看你镇守的功夫 重新再找回来 4比6 很清楚 你还是要侧身要上手 很清楚 对 不能摆 他现在还是摆得多 位置一不对 他就放 放营 对 这种抽 这种过渡球不能多 因为孔宁先毕竟是这个档次的运动 你只要一一减速用戳 他马上上手就冲点 他这时候是很很凶 对 这个 哎呀 没事 但是前面和他很主力 对 这一局球打到现在十二分 嗯 第一次孔宁先背他 给他这种球 对对对 让他反手 用了一下 这一局球他们的这个战术应该是很对的 成功 不让他用反手 不让他反手发力加速 然后 去 然后 郡荣之现在一定要坚决 嗯什么叫坚决就反手就是要拧起来 我就你啊 你不能错了太多 哦 哦, 一打到中眼台对冲的时候, 蝴蝶牌的胶皮, 还不行。 叫泡胶, 这种泡胶的后劲不够。 他忙。 蝴蝶玄牌的真正方向, 赵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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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郭敏笙, 这局球打得真的是不错! 那么现在就是说 从比分来看呢 应该讲呢 孔内圈拿下这局呢 是不打成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打成1比1 那么通过这个前两局 较量一个对对方 都一直了解 就看决胜局怎么样 没发挥 好 这个就流行 跳动到边边了 这个没办回去了 不错 好球 哎呀 曾荣之打这个高球 真的有点像姑娘一样 到后来就是打不动 但还好 他的位置没有失 而且他一直在吊的就是 你看他 他有什么问题 到这种高球 你不能是用摩擦 你要打的你知道吗 高球一定要打 这个球刚才很转 他就翻车 对 10比8 现在追到了8比10了 不容易 我们一看 现在一名现在好像是 应该是这个谁 这种日发球 现在很清楚 孔宁仙肯定是防他一板 不会和他抢后 所以他现在这个上手 他一定要回过来 准备他的后面球 你上手是一定要上的 不能让他聪明 好球 哎 哎 很聪明 加油 就暂停了 孔宁仙就暂停了 因为大好的形势 被他逼当的那边9比10 你有没有 他被他打给了 他就被吻了 他就被他打在那边 他就被他打在那边 不过去 是 有没有 他就被他打在那边 他说是 有没有 他就被他打在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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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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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